雨晨 现在人越来越多人选择吃素 请问一下吃素的好处有什么呢 一 男生体胃更容易吸引女生 二 保护皮肤状况 三 预防三高 四 比较容易生儿子 五 体力恢复快 六 改善全球饥荒 正确的 好 有比较容易生儿子吗 我觉得你可以听我的 因为我最近开始要吃素了 干嘛吃素了 我以为你要生儿子 然后我 其实我刚好有看一些纪录片 对 然后 我 我觉得要选择 五 选择五 体力恢复快 对活错 三 二 Go 逸东 我觉得那个皮肤状况是 真的吗 对 因为吃肉类听说身体过酸 过酸你就是身体会比较不好 皮肤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出状况 所以吃素的人 就是感觉身体会比较 吃素比较 因为自然就 好 那就饿 自然就素美 不喷它实在是太可恶了 不是 饿啦 保护皮肤状况 是啦 你是选择饿它 饿嘛 饿啊 饿不然就素 对活错 好 有个状况 饿 做的就是 就是买 就是买 好 你好 好 马哥 我觉得是 我会选择是6号 全球饥荒 改善全球饥荒 因为我们为了要吃肉 我们要用很多的土地 去种植小麦那些玉米 来养牛那些 然后它们又排泄物 又会造成气候整个部 对 暖化 但是如果大家都吃素的话 其实我们的耕种面积 其实有 已经足足超越我们的 目前地球的人口所需要的了 所以 吴孙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 就还是做到我这样 你这个还在演 笨局长的角色 对 是 我觉得一样 我也会选6 因为主要是因为 它排放的那个 牛排放的那个屁 它会造成二氧化 造成全球暖化 那一暖化 温度升高 很多座物都没有办法想 对 我看过好像Discovery吧 又有讲说 因为那个太多的作物 都给动物去吃了 对 对 所以我选择 所以我选择是 来 你举牌 6号 改善全球饥荒 最火松 8号 3号 5号 5号 好 我觉得 就是选安全牌吧 预防三高 因为其实我看的片 都没有提到 生育孩子跟体味的问题 但是他有讲到说 做实验的时候 他的鞋里面的那个油脂量 比较低 就是鞋比较干净 3号 预防三高 最火松 5号 谢谢你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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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已经逃过了 你们好好选 到底是要生儿子的 还是有体味 我觉得那个 怎么样 我觉得生儿子好 真的假的 因为我觉得要出奇招 所以大家一定会选的就是体味 但他是素 但是通常女生不喜欢体味太重 所以我觉得就是反奇观而看的话 会不会 你现在没有听过 吃素容易生儿子这个 完全没有 这太荒谬了 如果有的话 我选1好不好 不要 你现在用吃素 所以你叫我写4 他是吃素的禽兽 5 先说我就先 1 3 1 2 5 1 2 3 4 4 比较容易生儿子 贵 1 2 3 2 3 4 2 3 4 2 3 4 3 4 4 我跟妳講 你曾经有允许上讲 哪个网络 你那个女生你吃肉吃多 身体比较酸 好像比较容易生儿子 对 不是 吃肉身体酸容易生女儿 对 然后吃菜容易生儿子 而且你看看人家那些和尚 这些寺庙 他们都吃素 那吃素和尚的味道 难道会吸引泥菇啊 你们从这个报道去想嘛 但是对的 其实吃素的人的体味 比有吃肉的体味还要好 会比较淡 所以腋下的汗来测试 女性认为吃素的比男性 会比吃红肉的男性更有吸引力 因为吃素它身上的味道 反而比较不会那么重 而且像蔬菜里面 有很多维生素矿物质 还有一些抗氧化的 其实你吃了皮肤状况会变好 等一下那个都没有吃肉 为什么体力会更好呢 因为植物其实消化得比 那个动物的肉类还要来得快 所以你恢复会比较快 那讲改善全球饥荒 最基本的就是说 他们做过的实验 你要喂饱一位肉食者的量啊 可以喂饱二十位吃菜 对 如果不养牛 那个食物是 错错有疑啊 那饥荒者也可以改变 只是大家变多次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